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秦门顿眼的第五课 食神六亲 食神就是以日干为中心,而生发出来与日干本人相关的社会关系 日干代表自身,根据五行深刻关系 克我者为官鬼,我克者为奇才,生我者为应寿,我生者为子孙 同我者为兄弟,称之为六亲 根据阴阳五行之不同,生我,我生,克我,我克,同我 共有十种生贷方式,八字预测中称之为食神 这种关系,在秦门预测中找用神的时候会经常遇到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甲木,通魔者为笔尖,一性为结才 这两个都属墨,这两个都属火,通魔者为食神,一性为山关 因为这个属阳墨,这个是阳火,太阳之火,这个火是灯竹之火,柴火 阴火,这个是阳土,阴土,前面都讲过 比如说,我克者,同性偏财,一性正财,克我者,同性其杀,一性正观 圣我者,这是属水,圣我者,同性偏异,一性正义 你看这个图,比如说这个墨,这个墨,通魔者,这个就是笔尖,或者劫财 我生者,墨生火,食神上关,我克者,正财偏财,金克木,克我者,观察正观 水,生我者,正偏异 这是五行的这个一个关系,五行食神的一个关系 咱再讲一个,比如说,这个更新金,更金属于阳金,属于大的金属 比如说,矿山机械呀,比如说,还有什么呢 哦,对,钢铁厂,这个心金呢,是属于这个小刀,匕首,剪子,这种小的金属 这个我克者,金克木,偏正财,同我者,同性的偏财,一性的正财 克我者,同性的偏财,一性正财,生我者,同性偏异,一性正义 同我者,像同的,这个,笔尖,劫财 我生者,同性食神,一性上关,这是食神六亲的一个关系 八卦九宫 这个,七门以九宫八卦作为排盘的基础,为地盘 八卦的 这是先天八卦,这是后天八卦 八卦的五行属性是 咱讲这个常用的,这个不常用 但也得要记 看数水 这些年轻财 正属木 迅属木 砧属火 宽属土 对属金 前属金 这个木可以刻昆土 刻根土 这个火 可以卸 镇木 也可以生昆土 根土 可以刻对金 前金 可以耗 砍水 砍水是刻这个火 离火的 离火是泄 这个砍水的 这个其他的八卦 也是按这个五行来的 深刻关系 这个顺序呢 先天八卦的顺序是 前 对 离 正 这样 迅 砍 根 坤 是这么来的 砍 就好像一个太极 这么走的 后天八卦呢 砍 是一 砍 坤 正 迅 五是中央 五属中央 五属中央 六是钱 对 更 离 是这么来的 砍 坤 正 迅 五是中央 土 钱 对 更 离 是这么来的 咱们常用的都是后天八卦 呃 秦文对比亚有个九宫格 为了方便记忆 啊 带九 旅一 左三 右七 啊 二四 为奸 六八 为足 五属中央 啊 这是一个八卦 八卦 这是一个九宫 这是地盘的九宫是固定不变的啊 啊 七门的八神八星八门八神是直伏藤蛇太阴六合白虎玄武九地九天 在顿甲盘中所占为神盘 阳顿局和阴顿局八神的排列有所不同 阳顿时顺排阴顿时逆排 阳顿的时候 是这个 冬至到夏至 这个交接日是阳顿 阴顿是夏至到冬至 这个是阴顿 啊 以后排阴的时候下面还会紧的 直伏属木 藤蛇属火 太阴金 六合属木 白虎属金 玄武属水 九地属土 九天属金 这是八神的五行属性 地盘的九星图 有一个天盘有个地盘 天盘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地盘是固定不变的 天心星 天鹏星 天人星 天冲星 天府星 天鹰星 天蕊星 天柱星 这个九星 还有八门 八门是开 修 升 上 度 井 死 井 九星和八门 都是这个五行属性啊 都是根据这个八宫来的 比如说天鹰星 属金 开门 金 修门 天鹰星 这两个属水 天天星 升门 这属土 天中星 上门 这属木 天府星 度门 这个属木 天鹰星 井门 这个属火 天鹰星 死门 这个属土 天柱星 金门 这个五行属性是金 然后九星图 九星图 这是八 八星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天秦星 天秦星随之夫走 所以在阴盘顿甲中 只有八星 这个八神 也可以代表神柱 秦门顿甲 这个阴盘秦门 常常有一句话 就说什么 神柱大于一切 执服落宫 执服落宫 落了一个宫柜 千载外化化为尘 这执服 但具体的应用 还是要看 那个具体的盘 然后这个 星 这叫天石 第八门 第立 然后里边的这个天干地支 这是人和 煤破于畸形 这是重点啊 这是重点中的重点啊 所谓煤破就是八门 八门克所落之功 叫煤破 遇到煤破能量耗损 煤破是自己拆自己的台 九宫是平台 比如说 上门落 更坤宫 上门落这两个宫位 因为上门原始宫位是在这里 上门原始宫位在这里 是墨 渡门也属于墨 就是说上门 渡门落这两个宫位 都是门破的 所以我刻 我把这宫位给刻了 然后开门 开门是属金 你看 在前挂宫位 然后经门对 在对挂的宫位 然后落在震讯宫 没破 开门 经门 我震讯宫 这个商门 渡门 落根坤宫 修门是属水的 原始宫位是砍挂 修门原始宫位 井门原始宫位是犁挂 这个修门落在离宫 因为这个修门属水 我刻宫位 所以说这就是门破 井门 落前对宫 因为这俩属金 这个井门的原始宫位在这里 落这两个宫位 这是天盘的 天盘是随时间的 时间转动的 地盘是固定不变的 井门 死门 死门是土 生门也属土 这两个 生死之门 落在砍挂 这是门破的 门破于畸形 所谓畸形 也就是石干所落之功 构成三形 这个甲子物 前面咱已经讲了 天干 这个前面的箱是天干学 天干一共有十个 其中一个甲 甲墨是顿藏的 有清门顿甲 前面有一个乙丙丁 乙丙丁 这是三旗 后边还有一个六仪 六仪是什么呢 物己 庚心 人鬼 然后所以说前面 甲子物 那一个天干 甲虚解 甲深耕 甲五心 甲尘人 甲银鬼 他就说 只要你在前面的甲中 比如说看到这个人了 你又要记住 前面是甲尘人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这个十乘是甲乘十吧 这个十乘是甲乘十 那么这个 谁值班呢 就这个人值班 比如说甲五十 谁值班呢 就是心值班 知道了吧 就这个寻手 甲五 这个寻手 心值班 所以说 这个心落在这个离挂 因为这个 甲五心 因为这个地支来说的话 五在这里 如果说心落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五五字行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位 这是空 这是身 这几落在这里 那你又想到 甲虚几 这个虚和位 相形的 也是几形 同样 这两个也是 这是尘 这边是尘 这边是四 对吧 东南 所以说 这个陈落在这里 叫陈陈自行 这是五五字行 隐是隐四相形 前面这个 地支的相形关系 咱们都讲了 对吧 你们没忘吧 可以回忆回忆 或翻翻笔记 书上都有 这个甲子雾 这个甲子雾 这是一个某 地支的某在镇挂 所以说紫某相形 这个甲身庚 这个庚落在这里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这个羹 落在这里 这是入木 这是一个丑 这是一个瘾 瘾 瘾身是相形的 所以说又行 又入木 大家记住 这个门破和机型 能量只有百分之五十 能量只有百分之五十 入木与空王 能量损失 百分之八十 就是说 入木与空王的工位 能量只有百分之二十 明白了吧 但是空王的 他这边那个工位没有了 他会转工 以后会讲这个转工的这个关系 我看时间差不多到了 讲完这个 讲完这个 快点讲 这个甲鬼落坤宫 入木 比如说这个直伏 直伏就是甲嘛 顿甲顿甲 直伏就是甲 然后直伏落在这里 入木 鬼呢 就是说 佳瘾鬼 你又说 鬼水落在这里 是入木的 为什么呢 你要想着 鬼水掌声在这里吧 鬼水掌声在某啊 那个十 十二掌声的那个关系 大家想着了吧 掌声 沐浴 灌带 灵关 帝望 衰 病 死 墨 墨在位啊 鬼水 对吧 以炳悟 前功入木 若在序 丁几庚 若更入木 在这儿入木 心人若迅 入木 咱再讲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丁几庚 若更功入木 丁掌声在哪啊 咱属于说 属于下 丁是星光 对吧 矣是日期 丙是月期 丁是星期 掌声在有 羊死因生嘛 比如说冰火 掌声在这里 掌声 你比如说掌声 掌声在隐木啊 冰火啊 大火 这个掌声 沐浴 灌带 灵关 帝望 衰 病 死 死在有 木 你看 冰火 入木在这里了 然后丁 阳死因生 从这里 有掌声 沐浴 灌带 灵关 帝望 衰 病 死 木 木在丑 这个活土同掌声 这个解也是 这么顺下来的 这个羹 是这么排的 掌声 羹是掌声在四 掌声 木月 灌带 灵关 地望 衰 病 死 木 也是木在丑 这个羹筋在这里 还有一个畸形的关系 大家要记住 空王是六十甲子 分为六旬 每一旬有两个地之风空 这空王前面大家已经讲过了吧 然后空王的话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咱会有转弓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这个能量虽然损失了80% 但是有转弓的一个关系 那这样的话 以后还会讲到这个面侧怎么转弓 非面侧怎么转弓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